第1621章不满 一道道化身飞出 行走在禁地各处 化身死亡 会对十号造成影响 但是 相比于化身带来的收获 却是可以忽略不计 凝聚化身确实需要花费他一定的能量 但其核心却是先责 所以 对于十号的消耗自然小了 他主身则是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将两位先王放下 这时 大家都查看了一下先驱 有没有被禁地弄坏了 这地方诡异得很 一只小虫子都可能咬破先王的皮肤 所以 哪怕随身带着先驱 也不能一定保证其事完好的 还好 一切无事 大家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 十号说道 抱歉 将苏漫漫 乌月仪等人当然不会怪责他 但是 乌家 苏家的那些族人却未必了 原本 他们可是群星之巅的存在 何等高高在上 现在呢 居然沦落到了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禁地 动辄就会死人的地方 别说先王 就是先尊都得小心翼翼 否则的话 随时都可能被斩掉 你十号确实牛叉 但是 现在你自身都是难保 还能照顾得了他们 可是 现在谁不知道 十号的强大 又有哪个人敢当面表达出不满呢 于是 大家在这里暂且安居了下来 红武 幻海两位先王 还有乌月仪 紫金鼠也帮忙 开始制作更多的先驹 以缓解先驹空间不足 人挤人的局面 总不能一直都缩小着身体吧 那多难受 制作先驹 材料是一方面 还有则是需要消耗先王大量的精力 不过 现在这四位先王也没啥事干啊 又没有两届通道需要他们镇守 材料的话 这可是禁地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地宝了 所以 居住拥挤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而这里多的是大药 十号随便放一点出来 都足以让这些人兴奋的眼睛都是发红了 十号闭关 不断练化着仙药 他的修为又开始了突飞猛进 这一次 他收获了多少大药 以万计的 来 这一晃 就是两百年过去 十号成功迈进了十二星 但手里的仙药镜也用掉了三分之一 这 剩下的仙药让他冲上十四星都是勉强啊 太强 这也是种烦恼啊 不然的话 这禁地的资源足以砸出几万个九星仙王吧 而在这两百年的时间内 因为有十号的化身声东击西 故步一阵 便是先尊也没有找到他 而且 禁地啊 太危险了 便是先尊也不敢放肆胡来 自然极大的影响了松索效率 不过 十号觉得自己也该动一动了 从化身反馈回来的消息看 先尊们已经快要找到这里了 于是 十号带上四位仙王 四位仙王又带着大量的仙居 开始了迁徙 这期间 危险重重 这是禁地的深处 步步杀鸡 七星仙王根本不够看 有些杀鸡展过来 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就会化成飞灰 还好 这不还有十号吗 脚心语张开 只说这种对于杀鸡的敏感 十号甚至可以将仙尊都是甩几条街 他们远远地离开 然后停下 继续安住 有化身门做耳目 十号可以随时探知八大仙尊大概的位置 所以 完全可以提前转移 根本不给那些仙尊找到的机会 退一万步说 如果真的撞个正者 那十号也不用太过惧怕 在这里脱身 他的希望还是极大的 这点与其他仙尊不同 他们进了这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反倒要受到束缚 两百年过去 两大仙王的族人则是意见越来越大 在这里虽然不乏修炼资源 但是 他们又不是生来为了修炼的 他们是仙王族人 高居于群星之巅上 是享福的 可现在想个屁服 而且 连个命令的人都没有 仙王族人的威风更是无处耍起 在私底下 已经形成了一股声音 那就是回归 或是十号闯的 关他们什么事 只要和十号撇清关系 不就行了吗 当十号在一次闭关结束 成功迈进十三星 时间则又过去了两百多年 这些不满的情绪中是上升到了极致 这些人不再只是在私底下交流 而是公然鼓动 要将所有人都是联合 要求十号或是别的仙王送他们离开禁地 回归自己的仙域 十号知道后 又咨询一下红武 换海两位仙王的意见 便做出了决定 既然你们想要回去 行 就送你们回去 但从此之后 双方再无关系 是十号闯了祸 连击了他们 所以十号自觉应该负其保护这些人的责任 而且这并非永无止境的 只要他拥有先尊战力后 那就是脾气泰来 可是有些人熬不住 不愿同甘共苦 那自然是到不同不相畏谋了 十号照出一道化身 然后尤其带着先驱离开禁地 现在他是什么修为 十三星了 化身的战力也达到了九星先王的高度 以他现在对于禁地的熟悉 再加上九星先王的强大 护送这些人离开自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将这些人分别送去了 红武先王和幻海先玉 从此之后 双方便如路人 再无关系 这道化身十号便没有收回去 而是在仙界各地游走 打探着消息 毕竟他又离开了四百多年 不过少了任何一个人 天地都是照常运转 而即使少的这个人是十号 也丝毫不会发生例外 整个仙界一片歌舞生平 甚至因为不需要镇压两界通道 先王频频现世 也引发出了一个繁荣的盛事 十号再次闭关 这一次他又花去了两百年 然后他无法继续下去了 仙药用完了 是的 化身们又陆陆续续送回来了一些仙药 但是 面对十号那恐怖的大胃口 却是杯水车星 十四星近在眼前 但没有大量的仙药助推 光靠十号自己修炼的话 那至少还需要一千年 这 太慢了 十号决定亲自出动 化身很强 也很多 但是 再怎么样都只是化身 不具备十号特有的能力 比如 小心雨的感知 这么多年下来 十号也发现了好多大药的生长点 却并没有采摘 年限不够 不是 这可是近地深处 几乎没有人涉足 先要有充足的生长时间 原因是 太危险了 化身根本采不了 第1622章可斩仙尊的水塘 这种危险 不是数量可以填补的 十号就算将所有化身都是派过去 保证全部被斩的干净 却依然不会有收获 就好像面对一位先尊 十号有再多化身又如何 可以匹敌吗 瞬间全部轰杀的份 所以 十号要亲自出动 这太危险了 所以 他是单人独行的 便是紫金属都没有戴上 两天之后 十号来到了第一处地方 前方 是一个小水潭 里面则有一株青莲 已经结出了莲子 正散发着清香 只是闻一下 十号就感觉全身毛孔大开 说不出的舒服 这是一株宝药 珍贵的无法形容 但是 这水塘也无比得危险 斩九星先王根王似的 具体达到了什么级别 十号还不知道 他得亲自观察一下 而不是通过化身的感受 秋 一道化身飞出 向着那株青莲而去 抓 池塘中展出一道水箭 然后 那道化身就被灭了 九星先王啊 就这么死得无声无息 十号看得仔细 这一次 他不是通过化身的视觉 而是旁观者 自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这一箭展出 其实并不快 别说先王了 就是银铃仙想要躲掉都是不难 可是 强制九星先王 却没有躲得了 为什么 因为这池塘区域好像有着时间规则 一进入 他的化身速度就慢了 所以 看似不快的一箭展过来 却根本连意识都意识不到 所以 十号几次派化身过来 都是莫名被斩掉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直到现在 这要怎么办呢 十号成瘾 然后不断的放出化身进行尝试 观察着 但是 池塘的攻击太简单了 就是以时间规则将一切都是变慢 然后展出一道强大无比的攻击 直接斩灭进入的存在 这攻击之危 估计达到了先尊级 也就是说 先尊进入其中 也可能遭到重创 多来几下的话 便是先尊也要死 先尊都极难极难取到这珠仙药 十号可以吗 绞心语可以对抗这样的时间规则吗 十号在心中想到 他决定试一下 他伸出手 缓缓往前探 当手伸到某个区域的时候 他立刻发现 手掌边缘处 时间流不同了 因为 血液的流动出现了紊乱 到了手掌边缘处 血液流动明显变慢 然后 后面的血液还在流动过来 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液积压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血液如此积压 肯定会形成恐怖的血压 直接将手指都给震爆了 但是 于十号来说 这种压力当然是小意思了 很好 十号激发出小星雨 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顿险 积压的血液 一下子就开始了快速流动 但是 十号发现 他并没有完全化解时间规则的影响 因为 在掌援处 血液流动还是会慢上一拍 但是 相比于之前 却要好的太多了 果然 小星雨可以对抗时间规则 没有进全宫 那是因为十号的境界还不够高 这已经够了 他脚下一脉 整个人都是迈进了池塘区域 顿时 血液滞流的感觉消失不见 因为 他整个人处在同样的时间流之下了 现在 还没有杀鸡斩过来 十号往前一步 顿时 不同了 抓 一道水剑斩了过来 奇快无比 呲 我都已经用小星雨对抗住了时间规则 怎的这一件还是如此之快 十号知道 他是高估了自己 确实 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住了时间流 但是 也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 事实上 时间流对他的影响依然很大 不过 他终于还是看到了展来的见光 而不像之前的化身 啥也没有看到就挂了 一方面 是因为十号抗住了 部分时间规则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主身远要来的强大 十三星进巅峰的修为 战力都是超过了二十星 不但是准仙尊的水准 甚至可以压制少数不太强的准仙尊了 十号连忙让 他看得到见光是一回事 但是 能不能化解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太可怕了 一见下去 连仙尊都可以重创的 他要硬刚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他正要顺移 却发现在这时间规则的影响下 他竟无法展开顺移 除非他能够完全对抗住这里的时间规则 可是哪天他真能完全对抗了 他还需要顺移吗 完全可以硬刚这里的杀鸡了 我躲 十号身形一让 尽可能的避过这一件 但是 他让过了绝大部分 却还是被擦到了一点边 顿时 可怕的杀鸡涌入体内 要斩灭他的生机 还好 之前十号可是走过泥泞路的 虽然连一步都没能迈出去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他经历了急死而生 不说别的 对于这种杀鸡还是有着一定的抗性 至少 他没有立刻晕过去 成败在此一举 十号向着那猪青莲飞掠过去 他要趁着自己还能支撑的机会 将这猪青莲踩下来 抓 刷 刷 剑光一道道展出 仿佛一位先尊在向他出手 不过 十号好歹也是准先尊的战力 而且 他扛住了一部分时间规则 他有若在刀尖上起舞 艰难无比得将剑光让过 虽然每次都会擦到他一点边 在他的身上不断的累积杀鸡 但是 他终于还是冲到了青莲之前 踩走 他一把摘下帘篷 然后毫不停留的离开 抓刷刷 身后 剑光如刺 砰 十号冲出了池塘区 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 时间规则已经消失 杀鸡也完全停了下来 不过 十号摊在了地上 完全动弹不得 之前是一股作气 有强烈的信念撑着 他才一直在咬牙坚持 但是 现在危机一解除 他的意志当然一松 然后就坚持不住了 他躺着 体内杀鸡沸腾 要将他湮灭 别看他只是被剑光擦到了一点边 那可是仙尊级别的攻击啊 一丝一毫都是可怕无比 十号只是放松了一下下 他立刻又战意盎然 对抗这样的杀鸡 就好像和仙尊在斗法一样 可以任他体悟一下仙尊的强大 第1623章准仙尊战 十号信心满满 因为 这剑光虽然充满了杀鸡 却赶不上泥泞露娜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连那样的杀鸡都是化解了 更何况是这个了 一点一滴 他将杀鸡化解着 不过三天而已 他就恢复如初 十号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可以做到可能连仙尊都做不到的事情 采下了这猪大药 是因为他拥有小心语 抵消了一部分时间规则 否则的话 如此见光展来 他根本不可能躲得掉 怎么可能只被擦到一丝丝呢 他抠出一颗莲子吃了起来 一边则是向着下一处大药点而去 这样的危险之地 他一共发现了十四处 走着走着 十号突然一哆嗦 牛叉 他的体内涌动着狂暴的能量 仿佛要将他撑爆了一般 莲子中的精华是发出来了 要知道 十号现在的体魄是多么恐怖 而且他还有一个世界在支撑 永远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现在 一颗莲子居然有让他撑爆的感觉 可见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惊人的能量 当然了 十号的小心语是未不饱的 之所以会有撑爆的感觉 只是莲子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的能量太多了 才导致他无法全部吸收 但也足以证明这大药是多么牛叉了 当他这颗莲子全部练化时 他的修为也来到了十三星巅峰 可以突破了 十号想了想 决定先突破十四星 然后再去下一个大药点 持力越强 肯定越有把握 越是轻松啊 之前踩着猪仙药 他差点挂了 花了小半年的时间 十号终于迈进了十四星 理论上来说 只要在迈四个小境界 他就可以冲击准先尊了 准先尊 先尊 一字之差 一步之遥 但实力却是天差地别 但是 十号太强了 他一旦成就准先尊 有资格触摸一下本源道则 他一定可以拥有对抗先尊的资格 十号继续啃着莲子 一边继续前进 架一处大药点 处于一片火焰之中 这是一株仙花 在熊熊烈焰中怒放着 绚丽得无法形容 而这烈焰 可以烧死先尊 当然了 这是先尊不抵抗的情况下 但是 哪怕先尊全力对抗 能不能及时走到 那株火焰花的边上踩下 离开 这一时要打个问号的 就好像两名先尊对轰 说不定就有一位倒下呢 而且十号稍微尝试了一下 发现这里又有时间规则 也就是说 想要接近火焰花 需要的时间会比想象中长 而且可能长很多 绞心雨扛得住吗 十号又试了一下 发现无论是时间规则 又或是火焰本源之力 他都可以用小心雨化解一部分 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 硬闯必死 不过 他还有一张牌 他也掌握了一丝火焰本源 虽然真的只有一丝丝 一火对火 十号伸出一根手指 探进了火焰之中 顿时 连一丝反抗都没有 这根手指立刻烧成了灰烬 十号一边重生灼手指 一边则是回忆着 刚才火焰发威的情景 以他对于火之本源的感悟 可以品出很多东西来 都说先尊顶多掌握了万分之一的本源道 这应该丝毫没有夸张 因为相比于那中草传给十号的本源道 现在这火焰的威力至少要强出万倍 而这 只是本源道的一种句话 还不是真正的火之本源 十号却不及 他已掌握的一丝本源道作为影子 好像参照图式的 借机参悟这更加正宗的本源道 另一边 他还是在啃着莲子 提升胸围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链化一颗莲子 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而整个莲蓬共有33颗莲子 那链化完仅需八年 但是 这莲子中蕴含的能量却是恐怖无比 十号粗算了一下 可以将它的胸围提升到十四星中期 差一点就可以到后期 多么惊人 不愧那么难取 莲仙尊都可能被斩掉的 不牛逼一点对得起吗 很快 八年过去了 莲子已经全部吃完了 而十号的修为也确实来到了十四星中期 差一点就可以到后期了 而他在火之本源上的感悟却是差强人意 静静太慢了 甚至可以说是在原地踏步 想想也正常 本源道啊 要是可以轻易参悟 那还得了 但是 十号需要的也不是完全掌握本源道啊 只是适应这里的火焰之威 让他可以找到一条生路 在这里 火焰之威有强有弱 但是若非对火之本源有着相当的了解 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现的 这八年 十号最大的收获 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正要行动时 却是一顿 有人来了 不是仙尊 他放出了大量的化身 时刻监控着八大仙尊的下落 万一向着苏曼曼他们而去 他会第一时间进行干脑 然后 主神与苏曼曼他们会合 赶紧换地方 是 玄冰先王 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这位便宜母亲 一瞬间而已 玄冰先王就出现了 他的目光先是在火焰堆里的大药上扫了一下 然后才看向十号 微微一笑 真是没有想到 竟会在这里遇见我儿 哦 你抢了我的台词 十号也是一笑 是啊 好巧 全冰先王 什么时候将我母亲还回来 全冰先王冷笑 他已经将所有化身融合到了一起 一举将修为推上了准仙尊级别 他原想将十号练化 看看得了一道仙尊本源后 能不能让他直接拥有匹敌仙尊的实力 可是 半路遭到老丁出手截胡 直接将他吓得躲进了禁地 山不转水转 他们这对关系复杂的母子又相遇了 而啊 将你的先尊本源贡献给为娘 为娘便可力敌先尊 不会枉费了你的牺牲 他淡淡说道 一个要原母亲 一个要先尊本源 这都是要斩了对方才行 那就来战吧 池浩充满了信心 他现在的实力是当初可比的 而啊 你还太年轻了 全冰先王杀了过来 一掌拍出 天地失色 准仙尊 就是这么霸道 第1624张仙尊危机 池浩一震权 顿时 习来的攻击纷纷震碎 什么 全冰先王有些愣愣的看着他 眼神终全是不幸 怎么可能 这才过去了几百年 怎的这家伙的实力 竟是强到了这样的地步 准仙尊 不 准仙尊触摸到了本源道 有资格抽取一点来淬炼己身 自然而然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息 绝不像这个家伙 分明还是在先王境 所以 这更让人震惊 区区先王 为什么可以拥有准仙尊之力 十号微微一笑 没想到吧 只说力量 他拥有一个世界为后盾 完全可以碾压准仙尊 而说到规则的话 他也触摸到了两只本源道 虽然只是些皮毛 但是准仙尊也只是摸到了皮毛啊 他并不输的 所以 力量占优 规则不输 他当然不怂准仙尊 甚至还可以胜 当然了 准仙尊的实力亦不相同 全兵先王是属于比较强的那种 否则的话 十号这一拳下去 他至少也要摔个跟斗 全兵先王毕竟是自己一步步走到这个高度的 无论是智慧 应变 承受能力 他自然都是上上之选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对方可是先尊转世 拥有先尊本源的 所以 对方才能拥有超越境界的实力 真是 不应该贪心的 他反省道 当初你来群星之巅的时候 我便应该取出你的先尊本源 而不应该贪心 非等到我要突破准先尊的时候才下手 提前取出先尊本源 他肯定不怎么好练化 会流失太多的精华 所以 他想将这份机缘最大化 留到他突破准先尊的时候才享用 没想到 十号很快就从他的手里溜走 从此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 可惜 真是可惜啊 世间没有后悔要 十号淡淡道 所以 你还是认命吧 他主动杀了出来 轰击全兵先王 你的实力虽然大尽 但是 想要击杀我 呵呵 还是想的太多了 全兵先王自信满满的说道 大家同是准先尊的战力 你顶多就是比我强一点 想要杀人 怎么可能 空 两人大战 果然 十号虽然在实力上占优 但也只是稍占优势 想要将此化为盛世 甚至斩杀玄冰先王的话 却需要极长极长的时间 原本 近地深处空气无比 倒是无所谓了 但是 现在不同 八位先尊都在这里搜索十号的下落 平时 你躲得好一点 便是先尊也不太可能在这里找着人 但是 他们这么大战 掀起的动静有多么大 不过小半天 空间撕开 走出来一名强大无比的存在 破天先尊 他掌握了金之本源 现在杀意毕露 因此 他也充满了金属般的冰冷杀意 四周的空间被无数的刀剑抚跃斩的粉碎 显示出可怕无比的实力 十号和玄冰先王同时霸战 然后各自转身 开跑 千尊来了 还打 这不是找死吗 他们一个是准先尊 一个拥有准先尊的战力 都是上了先尊的必杀名单 所以 这时候不跑干嘛 走得了吗 空间撕开 又一名先尊出现 向着十号拦截而去 哎 同样都是准先尊战力 怎么就盯着我呢 十号在心中吐槽一下 然后身形一折 继续狂奔 他可是拥有小心语的人 无论是顺移的速度还是间隔 都是快得意乎寻常 丝毫不逊于先尊 空 这时 第三名先尊撕开空间出现 还是向着十号出手而去 我乐了个去 十号呲牙 但是 逃逸的速度更快了 空 空 空 一名名先尊先后撕开空间出现 对着十号展开了围追堵截 但是 十号不断的顺移 间隔短到几乎没有间隔 饶是先尊又如何 因为并没有第一时间形成包围圈 让十号直接找到了一条生路 生生杀了出去 如果这些先尊拥有默契 形成配合 一瞬间就封锁住十号所有的逃逸路线 那么 十号就颇只能硬钢 而只要硬钢一下 他肯定就会负伤 影响到顺移的速度 那么 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十号肯定会因为伤众不支 最终被拿下震杀 但是 现在八大先尊虽然一起来追杀十号 可对他的重视显然还是不够 认为他只是妖念无比 在先王的时候就拥有了准先尊的战力 必须尽快除掉 免得十号迈进准先尊之后 直接拥有了先尊级的战力 那就太麻烦了 问题是 在八大先尊看来 十号也只是在未来有威胁而已 现在吗 呵呵 准先尊在他们眼中又算什么 万万没有想到 十号的速度竟会如此之快 八大先尊联手轰杀 居然还让人跑了 这是耻辱啊 而玄冰先王呢 趁着八大先尊的注意力全在十号身上的时候 自然逃之夭夭了 八大先尊皆是脸色铁青 难看无比 是我等低估了此子 金木先尊说道 能成先尊者 难道还没有这点度量 连承认事物都是落不下面子 破天先尊点头 此此的速度 已经不逊于我等了 下一次 我等不能再这么随意 而是要同时出现 封锁住他一切逃逸的可能 北淼先尊也说道 刚才那名女子也是准先尊 九燕先尊淡淡说道 还看了北淼先尊一眼 这个人就教你去击杀了 北淼先尊点头 没办法 他和玄冰先王都市走得水之本源道 所以未来如果玄冰先王真的成了大患 那威胁的也是他的位置 其他先尊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是不是可以拿他的亲人来威胁那小子 万毒先尊提议道 与他们这种高高在上的存在来说 只要可以消灭对手 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 他们还需要在意其他人怎么看自己吗 在他们看来 万物皆蝼蚁 所以 无论怎么杀蝼蚁都是无所谓的 可以一事 三叠先尊说道 那小子有两个岳父 留下了一部分族人在各自的先遇 他说法的这些人 自然是两百多年前 不肯再待在禁地 非要跑出去的屋 苏两家的部分族人了 不管有用没用 带一些人过来 放话给他 如果他不出现 就每隔一天杀一个 直到他出现 又或是这个国家的人全部死完 非新先尊冷漠地说道 没有一丝感情 呵呵 这些人知道了 会不会毁的肠子都轻了 第1625章触摸本源道 池浩逃到安全区域之后 十分不爽 他本来已经可以试着采摘那中火焰大药了 可先被玄兵先王捣乱 再遇到八大先尊堵截 愣是让他无功而返 呵呵 也不能算是太失败 他深悟了这么久 对火之本源道的了解又多了一些些 当然了 限于境界 他无法真正动用本源规则 但是都站在本源的高度上了 他对于其他先责的理解又有多深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参透了本源道 相当于掌握了先界的本源经 难怪叶天尊并没有将先界的本源经留下 因为这已经只指大道核心了 需要天尊级别才能掌握 这无法行诸于文字 语言又或是任何的表达方式 只能靠自己的领悟 领悟到了 或是境界到了 自然而然就掌握了 十号的话 现在已经有些摸到边了 他当然没有再回去采药 说不定就有先尊在那守着他 灌一个地方 反正这里的大药点很多 于是 十号去了下一个大药点 这里 寒一刺骨 但盛开着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 无上大药 但是 便是先尊也无法接近 因为这种冰寒可以让一切生灵冻结 十号看到 这里有几头雾露的生灵 化成了冰雕 也将永远留在这里 为什么十号断定先尊也无法接近呢 因为他的一道化身进入 瞬间就直接冻爆了 冰封 然后爆碎 成了一地的冰渣 要知道 现在他的化身也是打破了先王极限的存在 能够这么轻易将之灭杀 不是先尊之威怎么可能呢 十号只好再次开启了作死之路 他以一根手指探了进去 瞬间 他就失去了对于这根手指的感应 而后 可怕的寒一瞬着手指蔓延过来 要将他整条手臂都是冻结 十号壮士断完 立刻将整只手都是切了下来 不这样不行 就那么一瞬间而已 这只手已经全部被冻结 坏死了 不切断的话 只会将整个人都是陪进去 然后 他盘坐在一边 细细体悟 直到将体内的一种先则完全驱离 十号也对水之本源 倒有了一丝丝的了解 只能说是了解 距离掌握不知道差了多远 咦 先尊们当初可以悟道 是不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然的话 上哪去感悟本源道呢 只好遐想了一下 然后继续他的作死之行 一次又一次 他斩断着自己的手腕 而一次又一次 他对于水之本源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过了七年之后 他已经不需要再斩断自己整只手腕了 因为他的反应已经极快 而且对于水之本源有了一些了解 他也可以做出一丝丝的抵抗 使侵入的过程变慢 所以 一根手指就够了 这无疑大大加快了他的进度 时光如飞 很快 一百年过去 池浩进步惊人 他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了 一根手指伸进去 可以收回来 只是外面一层皮肉会被冻坏 但骨头却无碍 进步大吧 这自然是因为他对于水之本源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方能做出如此的抵御 也就是说 哪怕他现在跟北苗仙尊对上 对方也不可能一击将他轰杀 顶多就是将他全身的皮肤给生生动掉了 这也够恐怖了 但是 肯定比北一击秒杀要强出太多 我多找几个这样的绝地感悟一下 将八大本源都是掌握一丝丝 那些仙尊再来追杀我 我就不必那么被动了 哪怕不小心被追上 亦有逃生的可能 十号男男说道 当然了 最重要的还是快点迈进准仙尊去 他相信 只要自己成就了准仙尊 就可以匹敌仙尊 哪怕还逊色一些 可至少也在一个层次了 来吧 他没有再用手指去世 而是整个人走了进去 顿时 无尽的寒意袭来 十号运转着先王道泽 进行抵抗 先王道泽怎么扛本源道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是的 这确实不行 但是 在这百年时间中 他将掌握的先王道泽不断的融合 大大提升了其威力 就像一根细绳挡不住利刃的切割 但是 将十几根甚至几百根细绳搓到一起 这还不能对抗吗 至少 勉强对抗一会会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 十号可以只让手指的血肉冻死 靠的就是这一招 再说了 他还有小心语 每颗细胞都是一个心体 自然拥有强大的抗性了 然而 寒意凛冽 他的身上迅速结了一层冰霜 让他的速度立刻慢了下来 十号艰难地行进着 体内的血液好像也要冻住 无法再流动得起来 他涌动着体内的生机 小心语意在发威 喷涌出强烈的生命能 让他得以继续前进 这是在燃烧生命啊 十号呲牙 他本来就少了一半多的生命本源 现在还在继续燃烧 如果不迈进先尊的话 他这个先王也许只能活个十来万年 不过 他却是继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无妨 只要能够迈进先尊 他的寿源就可以得到惊人的提升 而成为帝尊的话 损失的这些生命本源就更加微不足到了 恶 说微不足道有些夸张了 但至少影响不会太大 而且 你令路的另一头 可能蕴藏着无比惊人的生命物质 连先王都可以活几百万年 他只要去了那里 还用担心寿源问题吗 所以 只要可以提升修为 十号无所谓再消耗生命本源 无比艰难的 他终于来到了那朵冰霜之花的前面 摘下 他收了起来 然后继续艰难地往回走 当他走出这个区域时 整个人已经完全被冰霜覆盖 卡 他震碎了身上的冰霜 但是 连皮带肉一起掉落了下来 整个人血肉模糊 无比甚人 他连忙运转回春树 同时 九死天宫运转 对抗着还残留的本源道泽 整整七年过去 他才开始慢慢恢复 十号摇摇头 现在受一次伤 恢复的时间居然是以年纪的 涉及到本源道 真是恐怖 不过 大药终于到手了 第1626章话身战郭阳 十号开始服药 他摘下一朵花瓣 然后服下 不一会 他的体内就开始鼓勇着强大的能量 还有一种玄妙的因子 将他损失的生命本源恢复着 不算太多 但至少补了他几千年的寿源 还有 在药力的支持下 他对于水之本源道 也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当然了 十号最看重的 还是这对于修为的提升 很快 十号微笑 终于没有浪费这百年光阴啊 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完全炼化了这片花瓣 虽然没能将修为推进到十四星中期 但距离并非很遥远 他摘下第二朵花瓣 又嚼了起来 咦 他危险惊讶 因为他感应到了一个人 郭阳 这是破天仙尊门下的最强传人 打破了先王极限 与墨剑星是同一级别的 不过 相比于之前 这家伙的进步很明显 差不多 嗯 快要迈进准仙尊了 十号做着判断 通过小心雨的触角 他一下子就把郭阳的底给全部摸清了 一会之后 郭阳就出现了 因为十号收敛了所有气息 由小心雨做遮掩 便是郭阳这样的存在也无法发现 所以直到肉眼看到十号 他这才发现 这里还有一个人 十号 他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昂扬的战役 自从雨十号一战之后 他就一直待在禁地中没有出去 他要突破准仙尊 搏上一搏 他不想按着破天仙尊给他设定的人生之路走了 他的命运 他要自己掌握 所以 他一直待在了禁地之中 要在这里突破了准仙尊 甚至成就仙尊位 十号 郭阳大吼一声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正好 我想与你再战一回 他之前只是十二星仙王 不是他不能再进一步 而是被仙尊压着 直接让他沉睡去了 现在 这个限制当然放开了 而在禁地之中又不缺资源 他要提升一个等级 需要的能量可比十号少得太多了 所以 他现在已经是十三星仙王了 以他的妖孽 真实战力达到了十五星 这是可以媲美准仙尊的水准 当然了 只能算是最弱的准仙尊 不过 他也触到了准仙尊的一丝边 所以 他随时可能再进一步 真正成为准仙尊 从仙王到准仙尊 看似翻天覆地的进步 但实际上 大境界上并没有出现变化 更多的是在规则上的提升 于仙人来说 规则的重要性本来就远远高于力量的 所以 这一步的跨越也不需要什么准备 感悟一道 自然而然就迈过去了 十号正在练化仙药 哪有功夫理他 他心念一动 就是一道化身走了出来 陪你玩玩 化身说道 十 甚么 郭阳要气疯了 他是谁 千尊侵徒 更是最有前途的 被封印了生机 等待着时间来接班 否则的话 他早死了岁月长河之中 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啊 所以 面对他这么强大的存在 十号居然只出动一道化身来应对 你是有多么看不起我 好 好 好 郭阳连说三个好字 满脸都是森然之色 你打败了我一次 便以为可以随意蹂躏我了 可以这么看不起我了 不行 他看着十号的这道化身 好 他是拜君之将 无以言勇 不过 等他打爆了这道化身 十号还能再坐着吗 滚开 他冲了过去 向着十号的这道化身轰出了一拳 砰 十号应接 但是 他的化身才十星战力 虽然意识打破了极限 但是与郭阳相比 那可是差了整整五星啊 一击而已 十号就被震飞了出去 然后直接爆碎 正面印钢 还相差了五星战力 这不是找死吗 十号却不在意 又凝出了一道化身 再来 这次 这道化身主动向着郭阳冲去 仙王道则在他手中凝聚组合 你还不死心 郭阳眉头一挑 再挥一拳 砰 十号毫无悬念的再次被震飞 但让郭阳吃了一惊的是 这道化身竟没有崩碎 怎么可能呢 他看得清楚 十号的这道化身只是十星仙王 是的 化身都可以达到十星 十号确实牛叉无比 但是 他可是十五星的战力 足足拥有五星的碾压优势 照理来说 一击下去 十号的化身就应该崩碎 就如之前一样 怎么回事 十号一笑 无他 他只是将仙王道则凝聚重组 坚然的强大 九成来自仙泽 所以 他将仙王道则凝聚 自然直线提升了战力 当然了 再怎么重组到则 五星的差距还是太大了 他仍是完全不敌 无妨 质量不足 数量来凑 咻咻咻 一道道化身从他的身体中飞射而出 一百一千 一千够了吧 再多也无法同时出手 尼玛 看到这一幕 郭阳布有脸色都黑了 凝聚化身 这真得不难 仙王可以轻易做到 但是 可以凝聚打破仙王极限的化身 这就牛叉无比了 而数量还能上千 这简直就是怪物啊 强悍如他 想要演化出仙王极的化身来 那顶多就只有十道 这还是他打破了仙王极限 否则一道都不可能 十号呢 千道 你这是什么怪物啊 空 一千道化身同时向着郭阳冲了过去 因为都是十号的化身 这配合当然默契得超过任何组合 砰砰砰 千道化身出拳 对着郭阳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狂轰 郭阳连忙反击 他可是握有五星的战力优势 这是什么概念 理论上 他的强大需要十号演化十万道化身才能体敌 但是 十万化身又不可能同时出手 所以 五星的差距是无解的 别说只有一千道 就是十万道 他也是如虎入羊群 可以随意蹂躏 但是 事实却完全跟想象不同 十号的每道化身 实力之强都是远远超出了想象 他竟是被一千化身体敌住了 这意味着什么 十号的化身 战力竟是高达十二星 十二星 你又没有动用先王气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将战力提升那么多 再说了 哪怕你用了先王气 也不可能提升极限之上的战力啊 第1627章挑战主身 呵呵 震惊之后 便是无尽的羞怒了 十号竟真的只以化身就挡住了自己 亏他还想打败十号 结果呢 人家只是凭化身就将他挡住 这是多么巨大的差距 不 不 不 郭阳受不了这样的羞辱 他可是绝代天骄 当初如日中天不但镇压了自己时代的所有天骄 就是老一辈的强者又有哪一个是他的对手 除了先尊 他举世无敌 现在连人家的化身都无法镇压 他双眼喷火 强烈的自负 骄傲 形成了一种钢铁意志 一种无比的迫切 他要突破 成就准先尊 一下子将战力提升十倍 甚至更多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轻易镇压十号的化身了 不管数量有多么恐怖 郭阳继续与十号的化身激战 于他来说 这样的战斗既是耻辱 又是动力 如他这样的天才 有时候就只是缺了一点压力而已 杀杀杀 他眼睛都红了 他不能接爱这样的耻辱 绝不 13天后 激战还在继续 而郭阳的气息则变得不稳定起来 他到了突破的边缘 如他这样的天才 其实在十二星的时候就拥有了冲击准先尊的资格 只是他想要将自身魔力的更加强大 才会没有突破准先尊 而是继续冲击先王极限 所以准先尊对他来说 并不是太难突破 毕竟 他的存在就是接班先尊的 要是连准先尊都无法突破 又谈和先尊之位呢 只是 原本他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出这一步 却在十号的刺激之下 只是十几天就完成了 天才 从这点来说 他真是天才无比 空 终于 他完成了突破 这不是力量上的暴涨 当然了 随着他稳固了境界 力量还是会有提升 但是 在规则的运用上 他则是一下子就迈出了一大步 准先尊了 亏到了一丝本元道 可以运用那么一丝丝 甚至 在此期间 本元道还会淬炼他的身体 让他完全区别于先王 因此 也可以容纳更多的力量 砰砰砰 他强势出击 十号的一道道化身皆是不堪一击 如同稻草人般飞舞着 战力暴涨十倍 他自然碾压了 只是几百拳而已 十号的所有化身都被他再次震碎 十号 与我一战 郭阳轰轰然说道 准先尊的气息动发 这其中已经有一丝本元道了 虽然少得可怜 却让他拥有了先尊之威 十号微微一笑 你很能打吗 打败你 不成问题 郭阳傲然说道 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但可惜的是 还没有成就准先尊 你不入这个境界 根本不会知道 也无法想象 准先尊会有多么强大 哪怕一丝丝本元道 那一是超越凡俗 属于世间最强大的力量 来战 他冲了过来 并没有动用先王气 都已经成准先尊了 先王气对他再无任何作用 他的手比先王金还要锋利 还要坚硬 所以 他本身就是最强的兵器 当然了 他还可以将先王气以本元道温养 将先王气升级 达到准至尊宝气 真至尊宝气的地步 可现在 他自己才刚刚突破 哪可能让兵器升级呢 但 他赤手空拳以足以 十号叹了口气 为什么一定要打扰自己呢 我没空理你 他说道 随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砰 然后 郭阳就飞了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空 郭阳重重的摔在地上 他躺着 睁大着双眼 有弱百吃 他并没有被轰的重伤 也没有在摔下来的时候 触动了禁地中的杀机 所以 他的身体是没事的 有事的是他的精神 马德 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他这个准先尊 居然被十号一巴掌就拍飞了 凭什么 他无法接受 准先尊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先尊之下第一人 可是 十号还只是先王啊 就可以蹂躏他了 要知道 之前他打不败十号的化身 现在好不容易突破了准先尊 以为可以横扫了 却不料 人家的主身只是随意一巴掌而已 他就躺地上了 这也配挑战人家 开什么玩笑啊 他不想起来 好像他不起来 就可以将这一切当成梦 这样就好了 十号淡淡一笑 没有再做理会 继续炼化着大药 郭阳躺了三天 这才爬了起来 向着十号正荣道 我会努力突破先尊 希望 到时候你还能这么强 不愧是顶尖天骄 哪怕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他还是恢复了自信 准先尊打不过 那就先尊再战 十号一笑 好 我等着你来挑战我 郭阳点点头 转身离去 这一次 他真要拼命了 以求掌握更多的本源道 完成身体的质变 到时候 他就可以去挑战先尊 争夺本源道的操控权 若成 他就是新的先尊 落败 那一切修体 十号也换了一个地方 前往下一个大药点 虽然郭阳已经是准先尊 见了先尊 亦德躲着 不可能暴露自己的秘密 但十号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可以一边炼化大药 一边赶路 并开始参悟那里的本源道之秘 一晃 又是七年过去 十号终于来到了十四星巅峰 拥有了突破的资格 他正要突破 化身却是突然反馈回来了消息 八大仙尊 用人质威胁他出现 什么人质 十号看清之后 就失笑了 这些人质乃是当初闹分家 非要出去 回原来先遇的享受生活 现在好了 又回来了 不过是被抓回来的 就他们 开什么玩笑啊 当初送他们离开的时候 就说得清清楚楚 后果自负 不过 十号恶趣味突发 他想要看看这些人后悔的表情 于是 他演化出一道化身 向着约定的地点而去 主身则是开始突破 两步耽误 化身出发 只是数天之后 就来到了一座悬崖之下 在旗上 有一大票人被绑了起来 一个个都是瑟瑟发抖 第1628章人质事件 现在 这些人后悔死了 当初不想与十号同甘共苦 认为他们是先王传人 应该享受高高在上的人生 非要分家 嚷嚷着回去 他们中有御仙 哪怕没有先王支持 但是 红武 幻海两大仙御现在也没有先王啊 御仙足以称王称霸了 可好日子还没有享受几天呢 他们就被抓了起来 用来逼迫十号现身 十号不过来 他们中每天就会有一人被杀 真是冤死了啊 他们已经辩解过无数次了 他们与十号没有关系了 十号不可能为他们现身 可人家根本不理他 照杀不误 这让他们毁的肠子都轻了 早知道 早知道啊 现在 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 也不再抗辩自己和十号没有关系了 但是每天到了要杀人的时候 他们麻木的表情还是会动容 十 十号 突然之间 有人大声说到 声音中充满了惊讶 无法分辨 这到底是震惊 还是喜悦 这是一名玉仙 否则的话 眼力不可能那么好 在禁地之中隔了如此之远 还能看亲人 坐镇这里的 乃是属于北鸟一脉的断空仙王 他当初吃过十号的亏 被十号抢走了 他盯上很久的大药 让他凝聚天地轮的时间 又往后推了一大截 所以 他堂堂九星仙王都市 特意请命来看守 这些人至美杀一人 他都会将之想象成十号 解气 这些人便称与十号无关 呵呵 怕死罢了 自然想要拼命抵赖了 你看 他们现在已经不说了 他高坐在空 看着十号 淡淡道 你来救人了 不是十号的对手 他完全不在意 因为先尊的神医 一直盯着这里 只要十号出现 先尊们也会出现 绝杀了这个小子 所以 他害怕什么呢 十号微微一笑 是啊 听到十号点头承认 牙上的人都是又惊又喜 十号真的肯来救他们 让他们不敢相信 可是 面前这人难道是假的吗 好 很好 断空仙王冷冷说道 只要十号顾着这些人至 那就好办了 说不定 都不需要先尊出手 他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了 跪下 他猛的大声喝道 十号掏了掏耳朵 不屑地道 我一身傲骨 岂会贵人 断空 赶紧放人 否则的话 我便杀你 推个人过来 断空仙王挥挥手 牙上 立刻有人选了一名人质 推到了边上 以利刃架在了脖子上 不贵 他就会因你而死 断空仙王冷冷说道 十号顾做一份 你这么做 不觉得太无耻了吗 救我 救我 十号我也算是你的远房表哥啊 那名人质则是吓得尖叫 他是乌越仪娘家那边的人 但关系已经很远了 断空仙王痴然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十号你贵是不贵 十号快贵下 快贵下 那名人质感觉脖子上已经有鲜血渗了出来 不由己地大叫 十号我是你的表哥 表哥啊 你想要六亲不认吗 见他这么呵斥十号 断空仙王不由露出笑容 爽 十号一笑 那个傻表哥 你就放心去吧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报你妹的仇啊 我不想死啊 那人质破口大骂 全然不管当初是自己要离开禁地的 而十号又有义务牺牲自己来救他们吗 他要真有骨气 就应该骂断空仙王 骂八大仙尊 断空仙王哼了一声 向着柜子手点点头 扑 那人质的颈部就闪过一道鲜血 然后被从悬崖顶上推了下来 扑 他摔在地上 然后一路滚向十号 但是 禁地处处杀鸡 他还没有滚到 整个人就已经斩成灰了 区区银铃仙罢了 要他自己的话 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的 再换一个人 断空仙王指挥着 于是 又有一人被压到了悬崖边上 十号 你要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全部死亡吗 十号长笑一声 向着断空仙王杀了过去 他当然没想救人 但是 八大仙尊门下 杀一个是一个 哼 一只恐怖的巨手从天而降 毫无悬念地就将十号拍死了 不过 一道化身而已 无足轻重 断空仙王一呆 他当然知道是仙尊出手了 可摆出如此大阵仗 十号却死得这么微不足道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但是 仙尊都出手了 十号要真能还手才是多多怪事 也好 终于死了 他没死 千尊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 这只是他的一道化身罢了 什么 断空仙王一愣 完全不敢相信 当初八大仙尊围攻十号 他并没有参加 所以不知道十号拥有数万化身 但是 也亏得他没去 否则的话 当初他也要死在那里了 一道化身 他看得清楚 这个十号的修为绝对在他之上 他根本看不透 可现在却说 这么一个强大的存在 居然只是一道化身 以为他不会演化化身吗 谁的化身有这么强的 千尊吗 可是 出手的先尊根本没有给他解释的心情 任志也无法将十号引来 看来 这小子是要铁了心朵在禁地之中 不修成 千尊绝不出来了 怎么办 才能将他逼出来呢 十号一笑 继续冲击十五星 一年之后 他终于大功道成 现在突破 好难啊 他只是感叹一下 便又投入到了对于本元道的参戊之中 不掌握本元道 只是堆叠先王道则 那对抗准先尊还行 但对上真正的先尊 他肯定不敌 受伤再正常不过了 只有本元道 才能对抗本元道 准先尊只能掌握一丝丝本元道 但如果十号可以同时掌握九支本元道 那他应该就可以真正对抗先尊了 他现在还只是十五星先王 但已经在为准先尊做准备了 罪月如梭 十号不断地在各个掘地试探 一是寻找绝世大药 二是参目本元道 有时候也会回去找苏漫漫他们 带着他们转移 换个地方带 就这么又过了三百年 十号已是将十五星都要修满了 第1629章与虎谋皮 八大先尊显然进一步意识到了十号的威胁 因为最近几百年的时间 他们的松索变得无比得频繁 这是禁地深处 甚至是核心区域了 所以这里的危险也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 动辄就可以让仙尊级的强者陨落 之前的时候 便是仙尊们也不敢以较快的速度搜索这片区域 不过 现在仙尊们不但一次次地加紧搜索 便是速度也快了许多 而且 仙尊们似乎也找到了特殊的办法来甄别他与化身 近距离观察的话 仙尊们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区别来 但是 远距离的话 十号故意散发出自身的气息 还是很具有欺骗性的 但是 现在行不通了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十号被发现的几率增大了 空 一道可怕的威压降临 十号立刻抓起红武 换海两位先王就跑 他们自重身份 没有进入先居 所以十号只好拎着他们了 秋 十号一个瞬移 就出现在极遥远的地方 而且 这里是安全区域 不会被禁地的杀鸡斩掉 这当然是他事先就以小心语探知清楚的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十号如鱼得水 行动能力比仙尊要强的太多 破天仙尊现身 立刻一掌拍出 金色的寒芒化成一道天歌 向着十号展了过去 这一击 覆盖的区域奇大无比 空猛龙 天歌过处 一切皆是化成虚无 好可怕的破坏力 不愧是掌握了主沙法的金之本源 然而 这已经不是十号第一次与先尊打交道了 瞬移的距离恰好就在这道攻击之外 破天二傻 还差了一点 下次再努力吧 十号哈哈大笑 又是一个瞬移出现在了极远处 破天仙尊满脸孙寒 他现在真是后悔 当初 真得不应该受灭雷仙尊的威胁 答应在这小子拥有准仙尊之力前不出手的 谁能想到 这小子如此油滑 便是仙尊出手都是难以抓到 而且 照这小子的妖念法 可能千年之内就可以威胁到他们这些仙尊的地位了 区区千年 对于仙尊们悠长的寿命而言 千年真是弹指极过 可怎么办呢 如果是在外界 八大仙尊还能有效地形成包围网 但这是禁地 他们的神医也不敢随意乱张 否则很容易被禁地斩掉的 那麻烦就大了 哪怕是他们 也需要几万年的时间来修复 比如这一次 他发现了十号 却无法及时通知另外七大仙尊 神医散发不出去 只能亲身去通知 那等到他们重新跑回来 十号还会在这里吗 他傻了才会还待在这了 破天仙尊皱眉 这样下去 岂不是要眼睁睁地看着 十号一步步成长到与他们比肩的地步吗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在这里追击十号是徒劳的 对方远比他们适应这里的危险 反倒是他们 追击之下 极容易触发杀机 给自己引来巨大的麻烦 几天之后 另外七大仙尊也先后找了过来 我等这样追杀下去的话 不行 破天仙尊说道 依你之意 又要如何 金木仙尊淡淡问道 破天仙尊沉吟一下 让修罗界帮忙 什么 另外七大仙尊都是震惊 你是疯了吗 修罗界啊 那是与他们水火不容的 现在居然要让他们帮忙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阴魂对于生灵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应力 破天仙尊毫不动容 他已经想过这件事很久了 所以 大量的阴魂进入此地 应该很容易找到那小子的下落 到时候 我等便可及时杀出 不止下包围网 隔杀此子 令七大仙尊听了 都是露出心动之色 击杀十号 已经上升到了无比迫切的高度 因为 这小子一旦成就先尊的话 战力可能会冠绝天下 而现在他们追杀此子 日后这小子会不报复吗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便决定了他们与十号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相比之下 主动引修罗界的阴魂进入 这确实很势不妥 但是 以他们的实力 到时候再把进入的阴魂灭了 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情 负面影响 呵呵 这可是禁地 几乎没有生灵在此 而且 就算是有 他们可是先尊 高高在上 谁又敢指责他们 好 决定了 好 我等立刻去修罗界 不过 少不得要被敲诈了 哼 能够杀了那小子 损失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拿回来 而且 到了我等这样的层次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我等看中 八大仙尊联手 向着两界通道而去 在禁地中 有一个巨大的两界通道 不过 因为仙界本身的镇压 再加上禁地的杀鸡 对于阴魂也是适用的 所以 这里明明有一个巨大的通道 却没有阴魂从这里入侵 找死的行为 根本出不了禁地就全军覆没了 千尊们进入修罗界 生命之气滚滚 要照万里 让再远的阴魂都可以感应得清清楚楚 因此大量的阴魂纷纷纷涌了过来 但是 先尊是何等大 远远的 所有阴魂都是停了下来 不敢靠近一分 这就是先尊的强大 哪怕是没有灵智 只知道杀戮的阴魂都是害怕了 怎么 想要撕毁协议吗 一个低沉的声音同时在八大先尊的脑海中响起 丘罗界由大帝开口了 如此的话 我们可不介意现在就发起战争的 正位大帝继续说道 北苗先尊摇摇摇头 这次我等过来 是想要向你们借一些兵 借兵 那名大帝不由失效 本座没有听错吧 你没有听错 飞行先尊接口道 我等要找一个人 所以 希望修罗界可以借出大量的阴魂 搜索此人 正位大帝并没有现身 他也没有立刻开口说话 好像在进行思索 过了一会 道 本座为什么要帮你们 不帮这个忙的话 我等便在这里大开杀戒 万毒先尊虽然说道 扑痴 那位大帝立刻笑喷了出来 真是笑死本座了 跑到本界来 你们还敢出言威胁 八位 你们还是想想 拿出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让本座动心吧 虽然本座并没有心 哈哈 第1630章戒兵 修罗界的这名大帝说了一个冷笑话 可八大仙尊都没有给面子陪着笑笑 这名大帝倒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摇摇头 八位 拿出点诚意来 否则本座便要走了 你们想杀就尽管杀好了 反正这种普通的阴魂多得势 每一个呼吸的时间 都有无数的阴魂从你们扬界过来 破天仙尊摇摇头 想要向修罗界借兵 怎可能一毛不拔 我等可以送你一株天魂草 他说道 这对于滋养灵魂有着奇妙 而且只生于仙界 你虽然是修罗界的大帝 但平时应该没少与其他大帝交战 以阴魂的特殊性 只要受伤 那就是灵魂伤 那就是灵魂伤对你有着大作用 那名大帝再次沉吟 然后道 石珠 靠 你怎么不去抢 八名仙尊都是露出不满之色 天魂草可是无上大药 哪怕对于他们这些仙尊都有着妙用 但是 这种大药只生长在近地之中 而且还是极深处 哪怕他们这些仙尊想要取得都是万难 更何况还有生长年限的要求 怎么也得十万年起步 所以 他们这些仙尊也不过只有一株的存货 以备不时之需 你一开口就是石珠 还真是够不要脸的 话说 阴魂有脸吗 这些仙尊心中也生起了一个冷笑话 当然了 他们自然不会说出来的 不可能 我等没有这么多天魂草 九燕仙尊断然拒绝 那名大帝呵呵而笑 这仰八 那就五株天魂草 再加上五枚吉养果 听到这话 八大仙尊又是微微变色 何谓吉养果 这一是一种大药 只生长于近地 效果是提升服用者的生命本源 这是用来续命的 不过 阴魂本就没有受原意说 只要不被轰杀 那完全可以地老天荒地活下去 否则的话 修罗界又如何可能占据了主动 频频进犯阳界 而且 这样的战争对于修罗界来说 也是以战养战 因为阳界死去的生物 灵魂将会进入修罗界 为他们补充兵力 扯远了 冥冥不死 干嘛要挤阳果呢 因为阴魂服用挤阳果的话 在短时间内会充满了生命气息 有弱生灵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进入仙界之后 不会被天地针对了 与大帝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么 要是一口气放五名大帝进入仙界 哪怕踏入的地方是禁地 那又会造成多么巨大的隐患 禁地虽然危险 但困得住大帝吗 所以 这个要求让八大仙尊都是皱眉 只觉后果可能无比严重 不答应 那名大帝笑了笑 这点诚意还没有 还想借兵 算了 本座不与你们这些小气鬼浪费时间了 会折授的 你根本是不死之物 何来折授 真是冷笑话不断呢 慢 破天仙尊开口 我等答应了 抓 另外七大仙尊同时看了过去 诸位 击杀那恶子更加紧要 破天仙尊臣声说道 他必须说服另外七人 否则的话 他一个人怎可能拿出那么多的大药 那七大仙尊臣吟一下 皆是点头 击杀十号 这是现在最最紧迫的事情 相比之下 其他事情都可以放到一边 各位这么爽快 行 什么时候将东西拿过来 本座就立刻借兵给你们 那位大帝笑道 八大仙尊没有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去 那大帝收了钱不办事 不可能的 达到他们这样的层次 哪可能还得干出这种事情来 十号自然不会知道 八大仙尊为了将他找出来 已经丧心病狂到跟修罗界合作了 他依然在跑各个大药点 一来采药 二来感悟本源道 他也心极大 再同时参悟九种本源道 不过 贪多角不烂 这句话哪怕放在十号身上都是适用的 本源道 太难参悟了 他同时参悟这么多的本源道 难免形成了混乱 很多时候非但没有进步 反倒形成了冲突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但这是必然要经历的 十号的目标是帝尊 这意味着他肯定要掌握九只本道元 而现在他的情况那么险恶 不同时参悟本源道 他即使迈进了准先尊 又如何对抗八大先尊呢 有巅峰自然也会有低谷 很正常的事情 又是五十年后 十号暂停了对于本源道的参悟 他达到了十五星巅峰 可以突破了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十号立刻闭关 冲击十六星 真是困难 哪怕十号亏到了本源道 而且还是九只都有涉猎 但是 还是花了他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这才完成了突破 这才十六星啊 还有十七星 十八星两道坎 又要难成什么样子 十号都有些不敢想了 慢慢修炼吧 突破之后 他还是参悟本源道 这是他现在的日常 又是半年过去 十号突然心中移动 他产生了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被发现了 小星宇立刻反馈过来 居然有一头阴魂出现 什么 这里出现了阴魂 十号露出亚然之色 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可是禁地啊 遍地杀鸡 对于阴魂来说也是一样的 但是 这头阴魂不过迎临仙级别 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是的 禁地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公平 仙尊进来也不见得安全多少 但是 阴灵仙肯定更加扛不住啊 而且 这头阴魂显然还没有开启灵智 又是怎么一路避过杀鸡的 本能吗 确实 阴魂有对于危险的直觉 但是 一路全部是靠对于危机的本能感应而走到这 那的是多么幸运 除非 十号心中一颤 除非有大量的阴魂进入了这里 所以虽然有极多的阴魂被禁地杀死 可还是有一部分走到了这 那么问题来了 无缘无故的 阴魂怎么会大量出现呢 不是说 两界休战十万年吗 现在连第一个万年都没有过去 怎么又有阴魂来了 十号看着这头阴魂 而这头阴魂并没有看到它 只是感应到了它的生命气息 这是阴魂对于血肉的渴望 亦是写在了灵魂之中的 没什么好说的 十号一直点出 啪 这头阴魂就被阵灭 然而 它立刻感应到 有八道强横无比的气息正在破镜 千尊 这头阴魂的 感谢观看